美国FDS在6月底的时候才会审查他们这个疫苗 那台湾的部分我们当然也会请这个莫德纳 建树把他们的这些技术的文件提供给我们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说的 就是各界引颈期盼的次序带疫苗 而且台湾跟莫德纳买的疫苗剩下未到获得一千多万剂 也能选防护更荒烦的次序带 它的病毒株是包含两个 除了原始的武汉株再加上Omicron的病毒株 所以它是两种一起打进去 但剂量各一半 所以那目前看起来出过的效果好像还不错 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世璧就在脸书分享 透过没有被感染过的受试者进行临床试验 以这款疫苗作为追加剂 面对Omicron病毒的综合抗体优于原始追加剂 施打一个月多了1.75倍 更相较接种前高出8倍 政府机关有何可的话 那应该是值得相信的 民众期待同时难免担心副作用 毕竟现在详细资料也还没出炉 而次世代疫苗施打模式可能会上流感疫苗 专家说打了以后抗体效价提升或许不用再打第三第四剂 但还是得看新冠病毒怎么演化 如果依照以往的作业流程 那如果相关的技术文件莫德纳公司准备好的话 通常有希望在两到三个月内送到食药署审查 一切仍带指挥中心规划 但各界也期待年底前能够开打 毕竟未来秋冬疫情还会不会再起 谁也说不准 TVBS新闻罗洪昌 时运亭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铅